综艺大哥胡瓜纵横演艺圈40年 独特幽默主持风格配上超快的临场反应 总能带给无数观众欢乐 私下也不遗余力的提惜无数后辈 在娱乐圈中拥有说亦不二的地位 然而日前遭到黄子脚毁灭是爆料点名 直指他乐界坐牢一事 对此他高情商回应受到网友大赞 私下更当36年志工 从默默无名就无仇挺身至今 令人相当佩服 根据BTT Day报道 胡瓜近日忙着处理主持12年的 欢乐至多星新节目改版 被问到被爆料的事情 他也没有激动回应 淡然表示没有余力去注意 至于吴宗献喊告一事 他也理性分析 认为对方不一定真的会告 可能只是对方维护形象的做法 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 只有如何把节目做好与公益活动尽善尽美 胡瓜坦言 刚出道时收入不丰后 就以捐迷捐物资为主 甚至还捐过棺材和灵谷塔 原来他有一次去朋友的工地秀 则料去到那里才知道是卖灵谷塔 回想当时状况 对方给我10个灵谷塔当酬劳 我就捐给庙里没有棺材的 公益的范围广泛 连往生者也有帮到 真的让人意想不到 日前胡瓜出席餐序时 也不忘为7月的募款餐会做宣传 希望更多人能共襄胜举 事实上 他从出道以来就默默的在做公益 不仅参与十方企能中心的公益长达36年 更会每年捐款给十多个公益单位 以连续多年都固定捐出二三百万给公益团体 他直言 社会上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该做的就应该做 他也提及汉石方企能中心的渊源 当时还在台中连美大哥听作秀 录制百战百胜的他 得知有一所专门照顾智能障碍学生企能中心 因为土石流导致学校铁皮屋被毁坏 连忙跳出来帮忙号召募款 向政府募资千万 进一步帮助学校正式在台中建校 这一方就是36年 前段时间还有学生特地探班他这位荣誉校长 帮他信声送卡片 让他相当感动 ным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